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花生生血糖,可别再吃了。 王大妈抢走了李叔手里包好的花生,又胡说八道, 花生不仅养胃,还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赶紧把花生还我。 王大妈每天早上都会下楼柳弯,跟小区里的邻居们唠唠嗑, 了解下最近新发生的事情。 这不,早上听隔壁刘大妈说,楼下的老吴本来就有糖尿病, 吃了一把花生后,被送进医院抢救了。 回到家后,正巧看见老伴在吃花生, 王大妈当即把花生抢了下来,不再让他吃了。 为此两个人还呛了半天,谁也不服谁。 1.常吃花生生血糖 花生是糖尿病的劳火索。 花生在生活中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好吃又便宜, 同时还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 然而,近年来关于花生的黑料却越来越多。 有人说,吃花生会导致糖尿病发生,这是真的吗? 美国心脏协会2021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 花生内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等成分, 进入体内后可帮助身体控制血糖、血脂以及血压, 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效果。 数据显示,每日摄入4-5颗花生的人群, 相较于不吃花生的人群, 罹患心血管疾病、中风的风险, 分别下降了13%和20%。 既然,花生对身体健康一处多, 那为何会有传言说, 花生生血糖是糖尿病的导火索? 对于健康人而言, 适量的食用花生不会给健康带来威胁, 还会给健康带来一定好处。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不建议大量的食用花生。 从生糖指数来看, 花生的数值为14, 是个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食用后不会让血糖短时间内大量升高。 但花生是个高热量的食物, 100克花生的热量可达到574卡, 相当于2碗米饭的热量。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显然不是个好的食物选择。 建议糖尿病患者每日摄入花生的量, 建议保持在实力以内, 避免大量食用导致血糖突然升高。 2、不想胰岛受伤, 4种食物真的要尽量少吃。 金米白面 生活中常见的大米、馒头、 面条等都属于金米白面。 这些食物都是高贪水化合物, 在进入体内后可快速被身体吸收利用, 导致血液内的葡萄糖含量升高, 引起血糖骤升。 芋头 芋头内的主要成分为淀粉, 甚至比很多主食内的含量还要高。 日常不建议将芋头作为蔬菜食用, 而是要作为主食的一种。 在使用芋头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避免摄入过多主食, 导致血糖大幅度升高。 土豆泥 土豆本身也是个含有很高淀粉的食物, 在碾成土豆泥后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 食用后亦导致体内葡萄糖含量骤升。 稀饭 软烂的稀饭在食用后非常容易导致血糖升高, 食物加工时间越长, 温度越高的情况下, 升糖指数也会越高。 稀饭经过长时间的主制, 内里含有的淀粉会被分解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的糊精, 食用后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 3.这四种食物有利于稳定血糖, 别不舍得吃。 牛奶 牛奶属于升糖指数低的食物, 同时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也非常适宜, 日常可适量饮用。 摩鱼 摩鱼是个低卡、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进入人体内后可增强饱腹感, 同时不会导致血糖骤升。 糖尿病患者和减肥人士都很适合吃。 豆类 豆类食物内含有的营养元素很丰富, 也是个低升糖的食物, 糖尿病患者日常可适当食用。 鱼肉 鱼肉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 可帮助调节体内的血脂水平, 同时不会导致血糖升高。 建议糖尿病患者日常可适当地吃鱼。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起来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4.糖尿病人做好这五点, 有益于长寿。 糖尿病领域权威期刊《糖尿病护理》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 糖尿病患者保持好的生活方式, 或可降低58%的全因死亡风险。 1.戒烟戒酒 吸烟饮酒会给健康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吸烟会导致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血管病变的风险增加, 饮酒则会导致血糖波动过大, 容易加速并发症出现。 糖尿病患者想要将血糖控制在稳定范围内, 戒烟戒酒非常有必要。 2.注意饮食 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南2017版, 建议糖尿病患者日常的饮食要注意主食定量、粗细搭配。 全穀物杂豆类占三分之一, 同时注意多吃新鲜的蔬果、鱼肉、禽肉可适当多吃。 建议不吃加工肉,少吃红肉。 在营养均衡的前提下,尽量保持食物多样化。 3.不要久坐 长时间久坐会导致身体代谢需求以及血流量下降, 容易导致餐后血糖升高, 短时间内大幅度升高, 会一定程度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建议日常久坐一小时后就起来活动下身体, 离开座位3-5分钟。 4.拒绝熬夜 熬夜会导致身体内环境紊乱, 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让糖尿病患者的病情不受控制。 建议糖尿病患者日常要保持有8小时的睡眠时间, 最好在11点前入睡。 5.坚持运动 规律的运动可帮助降低血糖, 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改善心血管功能等, 可给健康带来很大好处。 建议糖尿病患者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 每周至少进行5次运动, 每次运动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